长长的滑梯顺着地形 小朋友从上而下多了刺激 速度很快 坐起来很像消费车 高雄市府在这个暑假 送给保业里居民一个大礼物 置红池变身游戏场 希望说每一个社区里面的公园 都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高雄市共同公园有34个 今年我们会完工 总共会再增加30个 所以加起来就有64个 完工八年的置红池 多了超长滑梯和滑车步道等设施 变成小朋友的游乐园 市长在推的整个动荣游具 那我们也利用这一个置红池的地形 那在这个地方经过专业的讨论 那从运发局那边提出了很多建议 让整个场域里面不是只有置红的功能 这是高雄第一座置红池游戏场 更荣获建筑员也讲的肯定 未来也是大小朋友走出户外的好选择 记者纵不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